不管明年誰當總統 接的都是馬英九 這個政府的爛攤子嘛 不可記講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那竟然那麼爛 為什麼不再花個消費券 沒錢啊 現在連花消費券 讓大家爽一下的錢都沒有啦 800多億都沒了 整個國家就敗光啦 你知道嗎 那也不要 國民黨剛剛其實大家都講到嘛 國民黨不要再來這一套了 今年要不是眼看了GDP 現在已經十月底了 只剩下兩三個月了 你知道嗎 今年的GDP 要跟我講說 什麼成長率還有0.9 搞不好是複數的 我跟你講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是複數的 要不是因為這樣 搞不好還後期臉皮來 還跟大家加個3% 軍工叫加發雜星3% 電影箱給你買票嘛 那剛剛講到那個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那個是政府跟人民搶錢啊 你知道嗎 搶錢了以後 本來說三千塊要扣2% 百分之二 然後後來又說五千塊 然後現在超收兩千多億 所以呢 這座好心 本來還在討論說 從五千變一萬 突然間行政院動起來啦 因為朱立倫要選總統了 對不對 加碼到兩萬 你知道嗎 整個包括朱立倫起來以後 一個禮拜 二十家媒體 密集的包括平面媒體 包括電子媒體 不管你是犯男犯女隨便 我趕快都讓大家知道 然後趕快急著要去美國去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到花蓮 台東跟屏東去看一下 鄉下南投 烏來都沒有去嘛 你知道 新北市自己烏來最嚴重 你進去過沒有啊 對不對 還有福州 我跟朱市長 沒有進去過對不對 雖然你現在是什麼生物我不知道 所以過去用這樣的方法 你跟我講說要丟兩百億的教育金 我告訴各位啦 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行政院長叫江儀化 之前要承諾各地 你知道加起來一千多億啊 在哪裡啊 還有不管你現在是朱總統候選人 還是朱黨主席 還是朱市長 我告訴各位 我是396萬新北市民的其中一個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你選兩次的新北市長 你現在還要選總統 我們新北市沒有桃園的航空城 但是我們新北市有一個桃園的 桃園所沒有的航空捷運 捷運三陰縣 動工兩次了 你知道嗎 現在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你眼看的搞不好就落跑了 你知道嗎 市長到現在已經動工兩次了 現在捷運縣三陰縣在哪裡啊 我就住三峽北大特區了 一大堆三峽 鷹哥一大堆人 現在鷹哥還有當然 我捷運三陰縣羅好多好 在哪啊 在哪啊 朱立倫都已經坐到晚上喝咖啡的時候 我對不起 我跟各位說了 我要是朱立倫的朱太太 我都覺得心裡難過 這種男人下輩子不要結婚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不要太狠好不好 你跟美國人 你去AIT跟楊樹立 講的話 搞不好內容之精彩之深入 搞不好連他太太都不知道 好 我不客氣說就這個樣子嘛 我們今天不是在講說 你去跟美國人在一起啊 躲好啦 談什麼內容 OK的 但是你不能預約你的分跡 你知道嗎 從剛剛 我也不是第一次從文雄啦 然後從很多人講的 朱立倫在私底下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那個鬼靠對不對 超過我們對台灣政治人物的理解 跟國民黨的理解 為什麼呢 國民黨的宮廷文化 講話要非常的小心 共產黨更是一字一句 都要非常的小心 都要事先模擬 沒想到朱立倫可以這樣講 口無自然的這樣講 我告訴各位啦 如果我們今天還是用那種思維 朱立倫 朱立倫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上20家媒體 可以行政院動起來 可以說教育經費200億 可以講一大堆講一大堆 什麼都動起來 奇怪 那洪秀柱的時候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從黨 從政 從這麼多 你都沒有動起來了 今天洪秀柱 柱柱姐終於講了一個 等於說他心裡的話 他罵朱立倫了 他說別人可以不誠信 本黨不能不誠信 這句話我解讀是在罵朱立倫 為什麼 朱立倫不得於共產黨 因為朱立倫本身不誠信 很簡單 你今天朱立倫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問你嘛 我問你嘛 不要說新北市民嘛 全國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去看看朱立倫的臉書說我跟大家道歉 我跟太太道歉 我跟新北市民道歉 我跟洪秀柱道歉 我跟黨員道歉 哪一天你會不會跟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道歉 你哪一句話 我是真的可以相信你的呢